大家好 今天是9月8號星期五 今天講三件事情 一個是中共現在一個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 有一個修訂板正在徵求預減 那麼裡面有一個關於有損什麼中華民族精神的這個部分 就引起了一個非常大的反響 那麼我們討論一下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修改 誰究竟誰在傷害中國的民族感情 第二件事情是傳那個國防部長李尚福被中共調查 那他怎麼是既被美國制裁了又被中共清算了 這似乎是矛盾的事情 這件事情究竟有沒有可能是真的 最後談一下就是美國呢 現在要審查華為的新手機 是不是違反了禁令 那麼所以這個充分顯示這個民族主義呢 還真的是一個雙刃劍 這個呢被華為呢現在體驗到了 先講一下治安管理處罰法 那麼這是個修訂板呢 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 最大的爭議是什麼呢 就是在32條有個第二第三款 他說在公共場所或者是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 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誌 這個呢就可以去罰款還可以拘留 15日拘留罰5000元人民幣 那麼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彈 包括在體制內的法律專家教授們 也提出了反對意見 呃當然了所有的人都談到了 這是一個口袋罪 因為這個非常含糊 呃所以呢覺得這是個口袋罪 但是問題在這裡就中共的每一項法律啊 都有眾多的口袋罪藏在裡面 而且一直在廣泛使用 所以口袋罪本來並不奇怪 司法系統每天都在用這種口袋罪 迫害民眾 這只能說明什麼呢就是說對司法不公 如果大家長期保持沉默的話 那麼最後可能每個人都成為受害者 而且呢呃這個受害者會越來越多 就是因為他把他前面的口袋罪 把那些人都裝完了 那麼新的口袋罪呢一定是裝新人 所以都是以前那些口袋罪沒有包括進去的 他用新的口袋罪來把這些人都包進去 所以這是個必然現象 那麼關於這個罪這個呃給大家的一個罪名呢 我來稍微談一下哈 第一個想談的呢就是什麼叫 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 這個問題我們談點具體的哈 因為現在是比較時髦的 在中國比較時髦的呢是反日 所以說呢跟日本有關的就可能符合這兩條 你比如說在公共場合穿和服 那麼這個大概是現在大家比較一致的意見 就知道是會要被懲罰的 無論你是不是支持這種做法 這個做呃那個觀點沒有沒有那個區別哈 沒有關係 那麼好穿和服 唱日本歌曲算不算 吃日本的料理算不算 吃日本的海鮮算不算 所以這裡就有一層一層的這個 不同的意思在裡頭 那麼誰來鑑定這個界線 你根據什麼來鑑定 什麼標準沒有 呃 誰來執行倒是很清楚的 肯定是警方來執行 那麼所以呢就是說被執行者的話呢 一定就是秀才遇到兵 由理說不清 因為他說你傷害了中華民族感情 他說你傷害了就是就是傷害了 所以我想起文革初期的時候哈 那時候我呃我記得那個呃 1999年就是剛剛不是1999年啊 1967年66年66年的呃秋天大家都到農村去雙搶去 就學生啊大概是呃解決一下大家都在這個城裡造反的事情 就把大家都弄到鄉下去勞動去 呃我記得當時呢就是 大家都是把老鄉有房子呃騰出一些來 然後呢學生住在裡頭 那麼呃就我我去那個地方哈呃在上海郊區 有一幫中學生就是其實我們當時初中生嘛 就一批初中生說是要造反 然後就衝到那些高中生的房間裡面 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話呢初中生更革命一些高中生呢就更資產結晶化一些 所以從到高中生的房間裡頭去造反去 就有呃就硬要把一個女生的長辮子給撿了 所以我先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為什麼長辮子就是呃就是封自修的東西 呃到現在也沒能明白所以當時就是這種情況 就是說他一旦有了一個可以讓這個讓別人去完全不受拘束 完全不受這個限制的去發揮暴行的話 那麼什麼都可能是變成呃罪行的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我想哈 怎麼定義中華民族其實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這個名詞出現的時間呢確實是比較晚哈是現代出現的 呃嚴格的說是1902年的時候梁啟超 首先使用這個名字的呃那麼梁啟超的意思呢 中華民族應該是一個多民族的混合體 但是呢後來支持中華民族這個說法的呢 就包括列宪派楊渡嘛楊渡是一個非常非常神奇的人物哈 呃那麼他傾向於呢把它定義為就是文化民族 所以他就不是一個混合的種族民族而是一個文化民族 那麼如果是一個文化民族的話 那麼滿清算不算 那麼梁啟超當然他是把滿清作為中華民族來看待的 但是孫中山在早期革命的時候就是1905年的時候他不是提出了一個呃 呃十六治綱綱領嘛 那麼驅逐達魯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前面兩個 他的中華是不包括滿清的 他驅逐達魯嘛 當然後來呢他們呢他們就是又是五足呃共和啦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呃 呃 那麼前面這個驅逐達魯最前面這一半的話呢 他又是借用了朱元璋討伐元朝的時候口號 所以朱元璋他也不是把盟元當作中華民族的 中華的那時候沒有民族這個詞啊 那麼呃 呃 這是 呃 歷史當中 那麼要是平行的看呢 就是從國際這個水平來看的話呢 呃 國際視野來看的話 那麼中華民族應該是一個呃文化概念 如果是個文化概念呢 那麼日本 我們平著看哈 比盟元和滿清 是不是保留了更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 當然他到了日本以後變成日本傳統文化 但是他是 在傳統文化這部分他很多是借用中國的 當然和後來他發展過程當中又借用了更多的西方東西是一樣的 他會借用 那麼其實日本和服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分 比中山莊就要多得多 要是和服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話 那麼旗旁呢 旗旁是旗人的 所以這都是一些問題 呃 而現代漢語的話哈 要是把日本的元素去掉的話 那麼基本上就行不成一個完整的語言了 因為現代漢語 其實是呃 所有西化來的東西都經過了日本的轉化 然後從日本借過來的 就連中華民族的這個民族這個詞 它的現代的意思都是從日本引進的 因為民族這個詞最早的能夠查到的是在南朝的時候量那時候呃 那個時候漢語當中所說的民族的意思和現在是不一樣的 它是民眾的意思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意思 和現在的這個呃國主啊民族啊這個是兩回事情 所以說你說你要借用的話 連這個詞都不能用 那就很就很成問題 所以說如果你要排除 你像要排除這個西方文化的因素的話 太多的詞了 呃坦克啊像這很多名詞 都是那時候從就是 你可以說半殖民文化當中傳 留下來的 那麼再一個呢從文化層面上呢 呃我們再看的話哈 如果是文化層面上看的話 那麼中國共產黨它肯定不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因為如果民族是一個文化概念的話 中共肯定不是中華民族 它是一個典型的外來統治者 要說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和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話呢 還有什麼比把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寫進憲法更嚴重的呢 哦對了呃忘了一點哈 憲法和共和國也是西方傳來的東西 它本身就有有省於這個中華民族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因素在 所以看來呢我覺得哈 中華民族是不是又到了一個 像當年孫中山革命一樣的 到了驅逐達魯的時候了 但是這次的驅逐達魯呢 它不是真正的民族概念的 而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達魯 就是共產主義 呃第二件事情呢想談一下哈 就是呃網傳這個國防部長李尚福呢被查 呃這個消息呢沒有得到官方證實 我查了一下官方報導的李尚福的這個活動哈 最近的活動 最後的三次公開露面都在上個月 呃所以呢時間並不長 所以這個消息呢很難核實 就是最近的一次是8月29號 有一個中非和平安全論壇 他出席了和講話 那麼在這之前的話呢 在8月14號的時候 訪問莫斯科呃 後來到白俄羅斯 在8月中旬的時候 具體日子沒有哈 在斐济和美國的軍方高層 舉行了一次會談 呃就上個月就這麼三次是比較近的 呃 但是到現在為止呢已經有 可能應該有將近十天吧 十天沒有活動了 呃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還是有的 就是李尚福被查 呃第一個原因呢就是很可能是跟火箭軍有關系 雖然李尚福哈他不是火箭軍出身的 但是他一直和火箭發射有著直接的關係 呃當然他的火箭不是屬於那種呃導彈 但是呢其實就是西昌火箭發射中心嘛 他的在軍隊中的升遷就是從國防科工委火箭發射這條路上來的 從這條路進入總裝備部的 所以有可能呢是受到火箭軍的牽連 第二個呃問題呢是就是從總裝備部到後來的裝備發展部 他都是軍隊裡面油水最多的部門 所以說貪腐是一定的 就是說這不是說有可能貪腐的問題 是一定要貪腐而且一定不會少 問題就在於是不是去查他是不是要處理他 這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就取決於什麼呢一個是派系一個是後果 就是貪腐的後果 所謂派系的話呢呃實際上軍隊裡頭呢 並沒有習近平的派系所以呢他是他只是把當時的江派 呃和江垂連聽證胡的時期的那些派系那些頂尖打掉 然後從底下提拔上來那麼就算他的人了 所以說呃在軍隊他自己不是軍隊某個強派系的很強背景的 那麼就不存在派系的問題除了把他對手打掉以外 那麼那個級別的不應該是他對手所以呢不存在派系問題 那麼就存在一個什麼呢就是貪腐的後果的問題了 如果後果嚴重到軍隊沒有辦法打仗了 就是壞了習近平的這個武統台灣的計劃的話 那麼任何一個派系都可能會被清洗 呃呃所以說這是一個呃腐敗的問題 然後呢就是他真正提拔到重要崗位呢 呃是在2014年12月份就是提拔到總裝備部的副部長 呃那是習近平的時代 也就說他算是習近平提拔的人 而且他也只有到了總裝備呃總裝備部副部長的位置上 才有才有這個巨款貪腐的可能性 也就說呢他要是罪名是貪腐的話 那麼主要就是在習近平眼皮底下發生的 如果不是真正的滴系的話 那麼就是被習近平看來的話就可以是頂峰作案 所以說需要制他的話那麼就會制他的 而根據習近平的這個官場經歷來看的話呢 因為他軍中沒有滴系嘛呃什麼福建幫浙江幫甚至少數的上海幫 呃但他沒有軍中勢力的 所以說對軍中他很可能確實是一死同仁 要不然火箭軍說起來是他滴系他怎麼會去查封火箭軍呢 那麼再一個呢就是呃李商福在這個裝備發展部部長的時候呢 呃因為違反了美國禁令和俄羅斯武器交易結果呢被制裁了 那麼中共一直在因為這個呢和美國較勁呃呃甚至到現在為止都因此沒有公開恢復軍方的高層溝通 那麼就有一個問題了呃是不是因為習近平力保李商福就不去懲罰 就不去懲罰他了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呃或者是投鼠忌器這個我倒覺得沒有就是如果他要懲罰他的話不會因為這個 而不懲罰因為這在中共系統裡面啊這是一個比較經常看到的事情 就在周永康啊他們倒台一系列倒台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他他絕對不接受外國的制裁和民眾的批評 但是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加法來懲罰這些人 懲罰誰都可以就是即使是民眾非常不滿的提出來了一系列的要求懲治的 他絕對不會去接受但當他懲治的時候他根本就不考慮 是不是正在民眾要求懲治的當口上或者外國要求制裁的當口上他不會考慮這個的他只跟自己有關 你想文革呃就是這樣的就是文革結束以後大家知道他一直說他從來就不承認是因為民間 人民厭煩了文革厭煩了繼續革命他從來不怎麼承認的他怎麼說的他說是黨自己改正的錯誤 他意思就是跟你們沒有任何關係這是同一個思路當然現在這方面哈他現在連這個都不承認了 就是當年還敢承認共產黨在文革犯的錯誤現在他連這個都不承認了 那麼呃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現在不久前的哈因為我們知道在2004年05年06年那段時間哈 就是中共官員因為迫害法輪功在海外被起訴的很多有很多是呃省部級以上的官員 呃那麼這些人被起訴以後呢都是中共出錢雇用當地就是起訴那個地方在美國的哈 最貴的收費最高的律師事務所來幫他打官司很多是一小時五百到上千美元的 這可不是一小時哈他看那個卷宗比如他這個看卷宗要要一個月 那麼這個月按照八小時計算每小時可以五百到上一千美元就這種就這種消費來給他們打官司的 而不管這個人在國內怎麼樣你比如薄熙來薄熙來都後來被判了進了秦城監獄了 加拿大那個案子中共繼續出錢幫他在加拿大打官司 所以中共一直是這樣的這個是不矛盾的 好現在我們在呃最後說一下華為哈 華為不是聽推出了一個那個呃新手機嘛 那麼這個手機呢用的是中芯國際的自主開發的芯片就是麒麟九九千S哈 那麼所以引發了呢愛國人士的狂熱那麼專業人員呢就包括海外的哈就各種拆卸監測 檢測啊還分析那麼技術分析呢網上已經有很多了我也不是這個專業的所以我也不去冒充了 我從旁觀者這個長生的角度去探討呃第一個我想看的問題是這個芯片行業的舉國體制能不能行得通 我一直認為是學不行不通的就是一般認為好舉國體制在一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領域是比較容易實現的 Riverse engineer也是就是這個呃逆向工程也是這樣的比較容易實現 你像這個呃那種三峽大壩呀原子彈呀火箭啊等等呃那有人說那個火箭這個登月或者是人造衛星那個是技術含量很高的 其實那時候那個技術含量並不高就當時呃蘇聯不是先派了人這個呃繞地球轉圈嘛那個加加林嘛什麼 然後美國就覺得是落後了所以他為了這個趕超蘇聯的話呢他就一步就登月去了就是呃超前他嘛 那麼其實登月的時候啊為什麼這麼快就能完成實際上他是把已有的技術他的工業水平把它集合起來 他沒有很多創新就是已有的工業技術的整合呃那麼所以說呢就是芯片上有舉國體制呢現在看來就是很難主要是什麼呢就是封鎖就是對製造芯片因為他是在他不是在人手能夠操控的這個水平上 他是要非非常精密的儀器設備才能夠操控的所以這個儀器設備沒有的話你就做不出來而這個火箭這些東西他都是在眼睛可以看到超看到操作的這個水平上 所以畢竟就是所以現在看來的話這個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你想哈從美國試圖封鎖華為開始到現在已經三年過去了才弄出這個實用的芯片來也就是說你花了三年時間才做出 還可能還沒有達到三年前那個水平那麼所以即使是這個麒麟芯片是真的按照芯片的發展速度的話你還是追不上人家說不定跟別人差距還拉大了這是第一個呃第二個呢就是成本的問題這個就是說有沒有競爭力在市場上有沒有競爭力的問題因為在這個美國的禁令下面哈 中國現在是沒有生產這個7納米的設備的呃只能用上一代的那種設備哈去多次多次曝光來完成所以他的成品力呢是比較低的呃沒有辦法在市場上競爭呃這就是舉國體制不計成本的一個缺點就是說他不計成本可以造火箭原子彈可以造三峡大壩呃這是可以承受的因為他只造一個或者是呃 一年發射幾個就很少量的這個國家負擔得起但是呢對於像手機芯片哈就這種普及的而且呢更換率非常高的消費品你像是一出一批就得上千萬上千萬支讓大家去買去那麼國家長期補貼呢是非常不現實的因為他是就是雖然說是一個高技術產品啊卻是一個日用消費品所以說呃長期這種補貼 那很困難的事情呃這個成本率低啊我是很有體會的文革的期間文革期間我就裝這個半導體收音機那時候就一幫小孩你根本就買不到正品呃正品都是精心挑選出來軍用的所以一級品二級品二級品呢就是用於工業的一級品呢就是用於軍用的 那業意願好者呢去裝收音機呢那你只能買什麼呢買處理品那處理品呢就是說就是次品啦廢品呃而且還不是總能買到的我記得那時候上海我們家在上海的普陀區呃然後呢一個專門賣這個半導體原件的這個處理品原件的那個商店呢是在普東 我們要從早上我們要從早上還沒公共騎車早上一幫孩子就從這個呃普陀區一直走上海人就知道了所以一直走到這個沿著呃從跑到靖安市然後從靖安市沿著南京路一直往東跑然後百度過呃呃 還不能總能買到呃呃這個買了一大堆呢自己用萬用錶所以那個時候用萬用錶的本質很大去測它的放大倍數那時候也沒有那個測那個呃三級管的這種儀器哈那挑出來把買一大堆然後呢挑出幾個勉強能用的後來才知道人家那個時候的這個優質品的比例都在99%以上了根本就市面上你到美國來就沒聽說過市面上可以買到處理品的東西 就這種呃芯片類的當然那是很老的故事了呃再一個呢就是除了芯片以外呢手機還有其他的零件和技術就是有沒有它不是純國產的東西如果有的話就說明這個成分裡面就這個手機裡面還有依賴外國的東西那麼對於技術擁有的這個就是擁有這些它使用了技術的國家來說的話呢那麼人們關注的是是不是侵權的問題或者是有沒有違反禁令的問題 那麼對華為和他們這些粉絲來說的話呢實際上是一個愛國是不是愛的徹底的問題如果裡面有外國成分你是不是要就把它扔掉那麼對中共當局來說的話呢就這個就是這個熱度哈就是對於這個所謂國產化打破美國封鎖這個熱度啊這個度是很難控制的呃因為需要熱的理由呢都是很簡單的你可以成為什麼打破美國 比如說呃封鎖呀是愛國主義是愛國主義教育和宣傳的這個典範啊等等哈呃然後又可以鼓動民族情緒這個都是熱的理由又可以轉於當前的危機那麼這個呢在別的項目上在以前可能有用有效其他的產品呢也可能有效你比如說火箭啊呃就是 火箭別人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這個裡面會不會有外國的原件和外國的技術 你怎麼吹都沒事 我們純國產以前很早的時候就說了什麼東風號啊萬噸巨輪呢什麼之類的話 没想到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这个国民政府那时候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上海制造局 就给美国生产了万动轮船了 但是呢 就是华为手机它不一样 因为谁都可以买一个 把它拆开来分析 而且有禁令 美国有禁令 如果这个事情闹得太大的话 那美国来查一查 万一查出违反禁令 这里面有违反禁令的玩意的话 那么绕过禁令 买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没有经过同意 用了什么技术的话 那么华为如果再被惩罚一次的话 损失就不仅仅是华为的了 华为的粉丝会非常失望 利用这件事情炒作的当局呢 也会连带受到伤害 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简简单的问题 所以说民族主义双刃剑 在这件事情上很可能会体现得非常 非常明显 因为如果你炒得太凶 现在美国政府就开始怀疑了嘛 所以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他不是在白宫就简报会上面 他就说了嘛 美国需要就华为 这款手机的这个性能和 构造获取更多的信息 他来决定是不是有任何公司 绕过美国 对半导体芯片的出口制裁 这个限制 所以说这是一个 就说华为的手机在制造这个新芯片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种事情发生 就美国进行调查了 所以说这绝不是现在华为想看到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华为中心都对这个新手机和芯片 保持非常低调 和这个 民间的这种狂热情绪 和这个官媒的狂热情绪 完全不一样 因为 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可能环球时报想象的 那个事情 是太乐观了 那么另一个事情呢就是 中共当局在 现在这个当口 对苹果爱疯的这个禁令 虽然中共呢一直希望在政府的这个机关里面 禁用外国的电子设备电子产品 但是这个时候高调宣布 封杀iPhone 很难说和华为新手机发布没有关系 就至少它有一个嫌疑 就是打压华为的竞争对手 来让华为的这个机器更好卖 这至少也是一个可能性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谈到这里 上一次呢 有些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我今天想回答一下 一个呢是Ingrid的郭 他说能否分析一下日美关于 北戴和元老批评习的事情真伪吗 这个上次其实我讲了一下 就是对习近平现在政策的不满 情绪 是普遍存在的包括在元老当中 而元老呢他们是有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的特权的 所以抱怨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要形成一个合力 这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每个个人写信这是可能的 包括曾庆红也可能写信 为什么这个合力很难形成呢 一个是高层退休的元老被看得很紧 他们没有自由串联的机会 更没有开会的机会 因为一开会的话就是小团体反党 没有人会这么做的 第二个理由呢是就是正规的途径呢 我们知道是写信 通过中办去转交的 这个途径是一直有的 而且呢中办有可能也会把它总结成摘要 交给习近平 但是呢这种事情对习近平没有影响 你写信不写信 你写信归你写信 我不听是我的事情 那么所以说退休元老呢 他们要想在中央这一级 影响政策的制定的话 就是想要有自己的话语权的话 那么是要有一个机制的 所以邓小平当时就设立了顾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就是起这个作用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机制的话 现在是没有顾问委员会 他们是没有机会来抱成团 来发出这个信息的 但是呢这个消息传出来 是很可能确实已经有人写了信 而且呢很可能真的是引起习近平的震怒 但这个很可能不是 机会很小是开会 然后委托这个曾庆红的 但曾庆红写一封信 去反映很多中央前中央元老的看法的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那么还有位朋友呢问哈 就是说恒河先生分析这个账号身份是最准确的 另外这个账号在前几年和和平互动频繁 证明和和他的民进也应该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 对谢谢这位朋友提供的信息哈 还有位朋友呢叫 数1501 那么他说呢是 谈到哈 说恒河老师的观点是最有直觉和 和道理的 我认为我们人民千万别被低俗八卦带偏了 对于人民来说 习女根本不必把她当作个人 只是个符号而已 这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旧的习女账号 如今出于某种目的 被他们团队接管过来 与习的那个英文号一样运作当大外宣 他们的目的当然包含 预赋于习于 CCP人类化 所以我们更不能认同 而因剥去人类化 不关注习女推中的人类细节 只关注这是共产党整体恶魔 大外宣的动机 让他失败 好谢谢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还是请 因为这个是干净世界先播 油管明天播 所以请干净世界的朋友能够关注一下 最好注册一下 油管的观众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和转发 也同样的请大家留言 我在下一次节目呢 会跟大家继续交流 好谢谢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